民眾首領是拿著數百元禮券桌上 還放著印有新北市第十二選區 國民黨立委候選人廖先祥 名字的環保袋發放的人 更穿著廖先祥團隊衣服 記者會上還痛批廖先祥和爸爸 是戲職體育會前後任 理事長將黑手伸入體育界 根本是選舉奧歐 我看起來像是腦袋有問題嗎 會去跟雲豹小公主賴百億比會選 這完全是自不量力 賴平瑜的這種不實指控 完全是侮辱選民的智商 廖先祥解釋當天是舉辦體育節 表揚體育優秀人員 人手不足才找志工幫忙 理勸是發給表演團體 而他更在臉書上PO出 在新北市調出的照片 寫下國家機器動得厲害 不要去下善良百姓 還說可以睡在車裡 檢警一定找得到人 讓賴平瑜再質疑廖先祥的媽媽還是戲職 婦女會前理事長是不是在去年十月的參會中 廖先祥去現場拉票踩到會選紅線 沒有啦亂講 他指控要有證據啊 今天有證據 他也查我的帳查了很久了 國家機器都來了 只要是現場包括區長都有上台講話 他到任何場所不會 理事長跳出來緩家 強調是例行性參會已經辦了十幾年 廖家也沒有出錢 選舉進入最後基陣 各陣營活力全開 持續攻防 華視新聞後面去樓俊男新北報導